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虎視口袋 我是安舅 今天呢 我們要做的東西呢 跟這個有關 這個 歡迎 最介紹的冰棒 景色物紅豆冰棒 發現了已經有很多人知道這個冰棒的存在了 現在人在日本 原本呢 這個在上個星期我看到便利商店還有很多 結果今天呢 我就是突然猛然的想要吃紅豆冰棒 然後我想說 今天應該可以來拍這個吧 結果呢 他可能下架了吧 所以我跑了7家便利商店都沒有 最後呢 我在一家全家找到 結果你知道嗎 這個其實是 其實這個呢 是要準備下架的商品 只是店家還沒有把它給撤掉 所以原本他的條碼是刷不過的 差點買不到 我跑了7家耶 這個東西為什麼這麼難買 不過他真的是 世界上最硬的嗎 讓我現在來吃吃看好了 只要我咬的下去 應該就不算很硬吧 那我要咬囉 你們有聽到嗎 不有聽到音嗎 可是這樣我算很硬嗎 我既然咬的下去 應該不算很硬吧 再咬一次 好啦 其實算蠻硬的 如果說要算硬的話 其實還蠻硬的啦 好啦 他是有比較偏一點 可是不至於咬不下去啊 因為聽說這個 在日本還是有傳出就是咬斷牙齒的事件 而且還不只一起 很多人都這個樣子 所以這邊還有標語說要吃的時候請小心 我試吃是還 還好 對 小口小口吃 應該是還好 那今天我們要來做什麼 就是要來挑戰這個冰棒 有個挑戰他的機器誕生了 挑戰世界最硬的冰棒爆冰機 這個呢 就是專門研發來對付這個世界上最硬的冰棒的爆冰機 而且他們已經失敗了這麼多次 在最後一次終於成功了 所以說這是一個歷經千辛萬苦的商品 那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這個 挑戰世界上最硬的冰棒的爆冰機吧 GO 首先第一步呢 把這個打開 把這個拉起來 然後把這個插進去 欸 它插不進去嗎 啊 可以可以可以 棒子的部分這個再插下來 這邊 跟這邊都卡住了 這個開關要先是往上的狀態 然後把它插下去 這樣子 再把它固定起來 往下推 呃 這個滾輪往裡面 再往上 拿起來了 終於 它都快融化了 才拿起來 那我要削囉 噢 掉下來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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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削好了 這邊要把它打開來 然後把冰棒插進去 合起來 再插進去 好啦 卡穩了 這面 放進去 合起來 關 拿起來了 咿呀 拿起來了 冬天就都要吃草莓 然後還要再淋 煉乳下去 噢 看起來好美味喔 趕快趕快吃 噢 它要融化了 這就是我們做好的 世界上最硬的冰棒爆冰 好啦 我不要再講廢話了 它快要融化了 我趕快吃上面的 這一層 這一口 還沒融化 嗯 好好吃喔 有種綿密的感覺 看那個機器 我覺得好像沒有很好用 但是我不太會用 它會有種卡卡的感覺 但是 這裝飾真的好好吃喔 還有這個 草莓 它很好吃耶 最後一口草莓 吃完了 景春屋的紅豆冰棒 把它削成爆冰 噢 超好吃的啦 不是好冷喔 這真的很好吃 還會想要再吃 只是比較可惜 我覺得它一隻冰棒的量有點少 它比平常的冰棒 好像還要來得再小隻一點 我應該很少在影片 把東西吃完吧 因為這個真的很好吃 當然呢 平常在冬天都是喝紅豆糖 今天呢 我吃紅豆爆冰給大家看 那就是這樣子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點個喜歡 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就訂閱我喔 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 粉絲專頁按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